老闆问五毛钱那么少怎么救人 于是妈妈就把这岩师傅的愿望 说给老板听 大家听到这件事觉得有心就不难 自己也过得到 于是这一趟那一趟 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人伸走 远出五毛钱 听到这可爱的童鹰真的会融化 大龄带幼儿园的孩子 一个一个接力 诉说当年正言上人五毛钱的故事 小小心田装满爱的能量 童鹏岁月孩子们身体力行 抖六慈激医院医护同仁 也来跟上人分享 大龄和抖六慈激医院 共同守护云家地区民众的健康 欢喜的滑喜的是合合护学 这个让我滑滑滑的价值感 给我感觉到很安心放行的合合护学 稍早上人也来到中医部 许多病患见到上人欢喜感动 因为中医部的病患人数非常多 原有的空间不复使用 院方着手规划要迁移到一旁的空间 未来诊疗空间更大 动线也会更顺畅 参与我们的大病医 一路走来不忘初心 成为守护民众健康的坚固堡垒 大爱新闻 江力军 廖学信 嘉义报导